闪电是一种对流层大气放电的现象 也叫做雷电 闪电是由静电放电引起的 当空气中的威力碰撞和摩擦时 空气两面的正负电荷会不断累积 当局部电压达到空气的击穿电压时 空气就会发生电击穿 形成等离子体 使电流能够通过空气 这时空气会急剧加热 膨胀并产生雷声 闪电的电流很大 但持续的时间很短 只有几十微秒 闪电的能量相对不大 但功率却很大 在潮湿的夏季和夏雪的冬季 空气中的水分会降低积穿电压 因此闪电较容易发生 闪电产生的同时 也会产生巨大的雷声 闪电是电子流的流动 周围的空气会因为热而膨胀和收缩 形成一个部分真空的共振管 这个共振管会震动 产生巨大的爆裂声 我们通常可以在16公里以外听到雷声 闪电和雷声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但我们先看到闪电再听到雷声 是因为光的传播速度比声音快 6 如果闪电和雷声之间相差9秒 那么雷暴应该离我们大约3公里 所以我们可以用闪光和雷声之间的秒数除以3 来估计我们和雷暴的距离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